来 先介绍一下自己 战场 各位嘉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康钱 今年24岁 来自美丽的古都河北宝定 是不是也是关注了我们公众微信号码 才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呢 对 那这个广告千万不要忘记哦 今天想拿到我们第几层汽车 目标是第三层吧 第三层 那个关智舞MDUV 你自己有没有口号 有 勇夺关智所向披靡 让我们一起进入疯狂大爬梯 现在是第一层 自选题 七色大奖是价值13万元的关智三季题 你需要从八类题型中选择一类 告诉我你的选择是 我选体育 体育 好 体育类第一题 请听题 日本专业相互运动员比赛时穿的是什么 A甩当步 D吊当步 C兜当步 D固当步 这一题我不是很确定 我想求助 求助 求助方式有三种避雷神器牛逼博士 爬梯舞怪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牛逼博士 大声地呼唤他 天苍苍野茫茫 牛逼博士帮帮忙 这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确实看起来都有点像 相不运动员腰上会横蝉 然后当下会竖蝉像一个梯字形 但并不是穿的梯字裤 他的这一顿着装紧紧地兜住了当的部分 所以我们经常也用兜当步来形容他 我建议你呢可以选择C选项 谢谢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选C兜当步 正确 第二题请听题 下列哪个不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理的动物 A大熊猫 B燕子 C牛逼藏羚羊 这一题我也求助 好 求助方式 避雷神器 还有就是我们的爬梯舞怪 我选爬梯舞怪 大声地呼唤他 爬梯发 爬梯发 我需要舞怪 好 不要迈向了 赶紧告诉人家的答案 我觉得这个A吧 首先是国宝大熊猫 对吧 这个咱们开个奥运会 肯定是那五个人当中 总得有一个吧 那五个叫做贝贝 金金 欢欢 盈利和妮妮 大熊猫肯定得有他吧 有有 对吧 那燕子呢 因为北京的奥运会嘛 因为北京有这个羽燕 就是在北京地区 有一种燕子叫羽燕 那这个C牛呢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家常的这种家畜了 那地藏羚羊呢 又是我们国家的一级的保护动物 所以说我说得比较明显了 你应该选哪一个呢 我选C牛 正确 好 进入到第三题 最后一道题 请听题 《洪荒之力》是著名体育明星 复原会的台词 请问他是在结束了哪个比赛项目之后 说出来的 A 蝶泳 B 羊泳 C 蛙泳 D 自由泳 你还有一个避雷神器哦 那我用一下避雷神器吧 好 避雷神器 说出他的咒语 神器 神器 避雷助力 快批下去 B 雷 B 雷 B 雷 Yes 避雷 避雷 好 给出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B 杨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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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恭喜你获得了关之三题题的三点使用权三十秒的时间考虑是否开走这辆车倒计时开始 一共三道题你全部都用了 Sew 更远 好 时间到 给出你的选择 好有困力哦 第二轮 你即将挑战的是 价值十五万元的 官制三五门版 这一层依然是自选题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生活吧 生活类第一题 请听题 底下哪个是正确的居家小妙招 A 盐水去水垢 B 土豆皮 插窗 C 苹果皮 屈吻 B 蛋清刷马桶 告诉我 你的选择 懵了 我妈都不知道的问题 我觉得A和C应该是不对的 A和C应该是不对 那我觉得D应该也不对 谁有病啊 拿鸡蛋刷马桶 有答案了吗 告诉我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B 土豆皮擦窗 所以你的答案是 正确 来 第二题 请听题 鸽子走路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来保持平衡 A 挥动双翅 B 晃动身体 C 把头探来探去 A 挥动尾巴 这道题我想选C把头探来探去 正确 正确 好溜啊 好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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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第三道题 请听题 我国的钞票是用什么做的 A 棉花 B 纸 C 稻草 B 卖杆 应该不会是B吧 要不太简单了一场 我觉得 红色的灯吗 嘿 小伙子 这是最后一道题了 你挺厉害哟 第一轮三次机会都用了 第二轮自己答对两道 666 这道题只能蒙一个了吧 要不我帮帮你 求求天佑 求求我 求求天佑 快点 好有男人的感觉哦 愣是不低头哟 那就白来喽 好有男人的感觉哦 好有男人的感觉哦 看谁怕谁又 跟我又没有关系咯 开的又不是我车 选择是 我选 C 稻草 所以 你不更改了吗 我还能更改吗 求求我 求求我 这喜欢看这么倔强的小样子 不是 我觉得要硬把它掰弯 B 肯定不是B和D 那我 棉花 我选A把棉花 不改了吗 不改了 所以 你的答案是 正确 你已经获得了第三 我们把这三点使用权 三十秒的时间考虑 是否开走这辆车 倒计时 开始 当一个人沉入海底 时间到 现在你要做出选择了 是继续爬梯 还是开走这辆车 我选择继续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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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价值十九万元的关注我SUV 从现在开始 会赠送你一个求助方式 你的面前有三张牌 选择哪一张 我选三号 请开牌 牛逼博士 按下你左手旁的按铁 幸运跟你走 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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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 他文史应该挺厉害的 没问题的 挺厉害的 文史类第一题 请听听 陈宇 陈宇洛艳 碧月羞花中的羞花指的是谁 A 貂蝉 B 西施 C 杨贵妃 D 王昭君 来 告诉我你的选择 来 告诉我你的选择 我选 我选 好像他紧张呢 我选D 王昭君吧 你的答案是 我选择 请人 助力 不敢改了 不敢改了 没事没事 哎呀 没事 对啊 对啊 让我们也一起回到猪舞团上 其实我挺想拿那个第三个车 但是没有拿到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 储备量不够吧 回去还要加强学习 然后争取下一次有机会 拿更大的奖吧 谢谢